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它的油箱 要比纯燃油车的油箱还大 那这样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我也不知道 就是它有一些补贴 购置税还要减免 如果这样 所以有人调侃说 天天呼吁禁止燃油车 结果自己造了个插电车 油箱比燃油车还大